大将诸一点 把手把城门的人杀死了好几十个 受伤的无数 开城门翻吊桥 这十几万人 好马不吃回头草 我负气离京 现在回溜溜我又回去了 我算个什么东西 我那阵发现誓愿 另创一个局面 这阵一事无成 回去了 对我的人格有损 因此这条道 必须是坚定的走下去 不能回去 你想那是思想 那么一想他能不斗争 一斗争反了 回到秦宫 多摊了几杯 多喝了几杯酒 这就应了那句话 酒入愁肠 酒入欢肠 欢肠就是欢乐的时候 多摊点杯 没事 心里憋闷 沾酒就醉 所以喝完了倒头变水 这么该蒙蒙隆隆睡了 这时候 耳边有人呼唤 五千岁 五千岁 他好像是做梦 后来发觉是真事 我严正去了 一开始曾锦谦 曾锦谦满头大汗 一往大事不好了 发生什么事 朱一脸 庞大顺 彭大顺 范乃忠 李七 魏将军把手下的人马全都拉走了 是破门而出 拉走十几万人 啊 他们要干什么 回天津啊 背叛了 咱们 一往您看怎么办 十大开始 任何人 老金当时就蹦起来 嘿呀 注意点 彭大顺 你们都是我的心腹爱将 跟随我安前马后多年 是我拎着你们的小便 把你们提拔起来 到了现在备主求荣 啊 这还了得 十大开跳起来 踢挂整体 纷飞一声 背马拍刀 严军队 追 一扇都是骑兵 天四亮 四不亮的时候 一往里面的骑兵啊 就粘上来 他们相差 也就在一个时辰左右 一个时辰就是两小时 两小时能跑出多远 而且带着那么些自重和车辆 因此他们走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十大开率领的都是骑兵 那速度多快 一往就在前面 被十大开撵上 尘头大起 诸一点在马上一回头 哎 怎么办 一往追来了 都害怕了 人都有威啊 十大开那个威风 那多大 所以众将 面面相去 怎么办 彭大顺一听 我各位 就像咱们这样的 还干得了大事 咱也没偷谁 也没抢谁 这干嘛呀这是 他十大开吃活人 国旧赖汉英也害怕了 赖汉英心说 领出这么些人来 再回去 那算怎么回事 连我也活不了 跟诸一点商 诸一点说这么 您带着前军快走 走您的 就即使我们走不了 您把那队伍也能拉回去 这会儿交给我们 留下五千人马 上下的大部队 继续往前走 注意点 彭大顺等人 血转马头 吩咐一声 来 列队 你想是走的人都跟他们一个心 当然听话了 百城二龙出水阵 李齐 范乃忠 两员大将压住阵脚 前面是长枪手 背后是马公手 大胎口火枪都准备了 子弹上膛 选了最有力的地形 前的是开阔地 诸一脸 杭大顺 立马在门旗下在这等着 也不跑了 刚准备好了 十大开的旗兵就到了 天一放亮 看得清清楚楚 翼王在马上一看 粘上了 我呀 不成了阵势 莫非还想跟我决战不成 站住 队伍站住 曾锦谦 马上下令 做好了进攻的准备 骑兵把马刀全都拽出来 一个个是怒目横眉 就等着冲锋的命令 恨不怕能把走这些人 是刀刀斩尽 任任朱厥 主将不发话 谁不能动手 十大开 把马往前一提 手清三魂宝刀 来到镇间 注意点 彭大顺 你们想干什么 俩人还是害怕 五千岁 五千岁 树碑之 有盔甲在身 不登下马 失以全力 马上一功 请五千岁 见谅 呸 注意点 莫非你们要备主求荣 不成 要把我的队伍拉回天津 五千岁 悲之日有夏清回禀 家 出 吓 唉 义王 您对我们天高地厚之恩 悲之等您和废父 不会忘记 您是我们的恩人 那么您说我们被主求荣也好 骂我们一生是叛徒也罢 我们总觉得 您老人家现在这个处境 太不妙了 您这么做太不对 在您眼皮底下 我们不敢说一个不字 今天我也把肺腑之言说说 大家都明理 是 一王离京 一万个队 十万个队 天王所作所为 也慢说一王您 所有的人都是人无可忍 不走掉脑袋 太寒心了 所以您走时 急对急对 我们大家赞成 因此跟着您 一直到了现在 我们毫不动摇 可是以后 我就两次来 把详细情况都介绍 天王 深有悔意 知道自己维持那个艰难的局面 而且不忘前情 两次派天使来劝输 孰能无过 这个人一辈子 这个人一辈子要说不犯错 恐怕不可能 就是神险 也有实物的时候 我们看也够瞧的了 够瞧的 您熟读兵书 精通精实 历朝历代 能赶上天王这样的 恐怕不多吧 那常认错也就算了 可是一往您了 认了死门了 不管天王怎么表示 您毫不动心 我您领我们上哪去 领我们上四川 四川进得去吗 就即使进了四川 那不也是分裂天国吗 现在弟兄们都等着咱回去 哪如冰河一处 将打一架 二王联手 共治天朝 我们就是脑袋掉了 在所不惜 死在九泉 或者到了天国 我们也是心里都是乐的 可眼见这个分裂的局面 严者痛心 一王 我们没办法了 我们只好背叛一王 还是那句话 如果说一王乐于还经 我们还是您的好部下 您叫我们怎么地 我们都听 叫我们死都可以 如果王爷坚持己见 那我们也只好回天朝 二派 为主之投 胆敢强词夺礼 注意点啊 注意点 你是知道 自从离开天津之后 我们遇上多少麻烦 度过多少风险 我师大开 偶心力去 迎建起来的军队 让你们拆了台 挖了我的墙角 欺心何其多也 我岂能与儿等 善罢开心 宝马烟之红 摇头 白白 提票跑 好 谁有的 像闪电一样扑奔朱一连 朱一连也使得是大道 一看一王冲上来了 吓得他浑身多嘴 他明知道自己不行 但是那怎么办 一王的宝刀刷就看起来 啊 他往旁边一闪 拨穿码头 一王刷又一刀 他刷了又一拨码头 勉勉强强在这招架 一郎 一郎 我还有话说 师大开不停 那俩大顺在旁边看着 哥哥兄弟 别看着 已经抓破了 性实地不讲情面 杀杀 二马七处三将 就咬住一王师大 一王 你可恕罪 我们逼得没办法了 不能瞪眼瞪死他 那师大开破了命 这口三魂宝刀上下翻飞 三将也不是他的对手 何况这三将心里他还发虚 大将李齐 在阵脚下观战 李齐一看 坏了 坏了 这这这军队肯定这个心啊 心全两地啊 脚蹬着两支船 如果我们的人死伤了 军心涣散 想拉走也拉不走 一王 你叛狠点了 对不起 拿枪来 洋枪 有人背着拿过来 子弹扣好 他躲得门窃后的单眼瞄准 打这打十八开 他这玩意不好瞄 他来回晃他 把这火打 最后他觉得差不多少了 奔石打开这后心 啪 就是一枪 一枪大偏点 没打在后心上 正打在尖头上 石打开全身披挂 宝刀落地是鲜血喷出 三将正打的一看 一王落马了 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知道是自己人下的手 哥哥 哥哥兄弟 快走 快走 一王落马上 再看施大开已经昏迷不醒, 那学堂着, 哎呀, 曾经先疼坏, 抱着一网手柄, 就这样回到龙兴城, 找军医官给调治, 军医官一皱眉, 哎呀, 千弹子打得太深了, 得动手术, 把千弹子得取出来, 要不就中毒了, 动的手术拿镊子把千弹子取出来, 消了毒给复了药, 打这之后, 施大开始病了两个月挂了, 没下了床, 索性, 哎, 尽管受这么重的伤, 骨头没伤着, 因此恢复的挺快, 到了三个月头上, 身体康复, 但是瘦多了, 施大开李氏, 查点手下的军兵, 还剩下五万人左右, 就剩下这些儿了, 施大开这个打击太大了, 没事的不说话, 忘了一坐, 不吃饭, 不喝水, 眼见着销售, 手下的大将, 黄世忠, 征世和寒, 众人全都过来劫劝, 以往你得进食啊, 你看你瘦成这样的, 我们怎么, 以往你得吃饭, 哎, 今天咱们开个会, 掌灯之时, 请各位劳驾, 到我的义士厅, 张旗登国, 门前布列岗哨, 所有的大将全都参加, 那五万来人当官里, 也不在少数啊, 都是军帅以上, 屋里坐不下, 站在院里头, 施大开一看, 人都来齐了, 以前呢, 都到金楼, 都到了, 各位弟兄, 所发生的事情, 我不必介绍, 你们比我还清楚, 还是那句话, 愿意跟着时髦的, 我欢迎, 愿意走的, 我绝不勉强, 通过这次的教训, 我觉着我不应该这么做, 弟兄之间反目成朝, 表个态度, 还谁愿意走, 还谁愿意走, 天父天兄在上, 咱们良心在这摆着, 你说了实话, 我马上放心, 我要骗你们的实话, 让我不得善终, 有走的呢, 大伙你看我, 我看你, 沉默了多时, 就听着院外呢, 有个小伙子喊了一声, 这小伙子也是个军帅, 叶默, 你还用问吗, 要走早走了, 不是走不了, 留下的, 都是跟您了, 一心事死左右不裂了, 屋里的大将全跪下, 要大家一致表态, 声泪俱下, 愿随一王安前马后, 我们同舟共济, 绝不分离, 石大开聊一副跪下, 谢谢众位, 我谢谢众位, 哎呀, 众人感动的都是热泪, 不分离, 感动的一王也哭了, 跪到地上, 给大伙磕了个头, 咱这么说吧, 打这之后, 石大开整顿这一, 几万人马, 离开龙兴, 继续巡路奔四川, 这四川就进不去, 同邦贴笔, 在此期间, 清政府调记几十万大军, 关矮路口, 河路码头, 凡是能通行的地方, 全都封死, 他知道军队, 这万人顾及不过来, 鼓励, 地主武装, 特别是少数民族, 图司, 奴隶主, 全都给武装起来, 各有各的禁区啊, 一王一看没办法, 先进不了四川, 打吧, 广西, 云南, 打这, 打那, 转战南北, 时光流逝又好几年, 就这么打游击, 后来发展到多少人, 又发展到十五万人, 还得说石打开有号召力, 又滚了十几万人, 兵强马撞, 石打开一看差不多了, 这回该进四川,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老在外的这么游荡, 这算怎么回事, 这一日先锋部队, 就打到云南的昭通府, 到了昭通, 但是石打开发现, 云南昭通, 这地方挺穷, 老百姓都挺分散, 粮也不那么富有, 只有决定在这休息一个阶段, 开始进川, 这一天召开会议, 石打开把地图展开, 看了看进川这几条道, 哪条道能走, 哪条道不能走, 做了细致的分析, 后来决定, 把这十几万人分成三路, 不能在一块, 不能在一块, 他把大将蔡国林叫过来, 蔡国林, 新提拔上的大将, 跟随石打开安前马后中心不二, 国林兄弟, 在! 我看这样, 我给你大兵五万, 你独当一面, 明日从昭通出发, 绕走贵州, 让清政府以为你没进四川, 突然掉转风头, 开始进驻四川的浮城, 你能不能下保证, 那! 你放心吧, 您把弟兄交给我, 我一定拿下浮城, 等候一王, 兄弟, 现在我们的人虽然不少, 但战斗力与完不如从前, 我心里深知, 现在纪律松弛, 人心涣散, 这兵不太好带, 你带走五万人, 数目是不小, 真正能发挥力量的不多呀, 你千万把大火药淋了, 三路会尸, 一王, 你放心, 您这么信任我, 我一定把弟兄带好, 咱们不见不散, 好了, 分出去八万人, 手下还剩下几万人马, 十大开想孤注一掷, 不是于死就是王破, 一定先锋部队, 拿下宁远程金四川, 就这样三天之后, 三路大军分开, 别人咱们不提, 单说十大开, 自同中军的浩浩荡荡, 杀进云南四川的边境, 哪那么容易, 战斗在不断的进行, 大仗小仗, 四处斩转, 十大开率领先锋部队, 飞越金沙江, 过了金沙江, 又打一个转圈, 先锋部队是赶奔宁远, 他深知宁远是一个重任, 把宁远拿下来补充粮草, 等待那两路冤兵, 三路后会尸, 然后先锋部队是直屈成都, 他是这么计划的, 结果到了宁远, 拿不下来, 四川总督叫洛炳章, 这个洛炳章咱说过, 原来他是湖南巡抚, 洛炳章现在提升了, 当了川都了, 他知道十大开志在入蜀, 想入蜀之后, 顶足三分, 他想要占开地盘, 四川是天府之谷, 因此朝廷, 言指切则, 告诉洛炳章, 如果你要允许十大开进了四川绕你的脑袋, 洛炳章还了怕, 表度一切反动武装, 随时打探十大开的动态, 后来有人禀报, 说十大开志在必得命远, 他还了怕, 在成都没法呆了, 马上骑着快马领着步将, 来到命远督战, 一方是非得, 一方就是不给, 回回拉去, 正在战斗激烈的时候, 天公不作美, 烟云密布, 变化无常, 老下雨, 哇哇的一下雨, 火枪火炮都失灵了, 而且十大开的部队都在泥弄之中, 那么粮食也浇湿了, 火药也是, 一个个怨声载道, 工程工不下来, 十大开一开不行了, 宁愿拿不下来, 改路, 赶紧转路走, 没想到, 望下一车不要紧, 遇上人家的埋伏, 这块有个反动的地图武装, 大奴隶鼓头子, 姓王啊, 叫王调元, 他本来是少数民族, 后来改了汉族的姓氏, 这家图石头子, 厉害, 手下的奴隶上万人, 骆炳章许给他好处了, 这小子拼命反对太平军, 布下了埋伏, 十大开他们地理不输啊, 人家是徒生徒长的, 走进了人家的埋伏圈, 这下, 叫人打得稀了化了, 把这几万人全给大分散, 等天亮之后, 十大开拼命杀出一条血路去, 收拾残兵败将, 再查这人数, 也就八千人左右, 粮草, 自重, 大炮, 火药, 全丢了, 叫人劫去了, 没办法怎么办, 十大开冒着雨, 率领着八千多人, 一切千里, 遥望对岸, 太远了, 飞也飞不过去, 怎么办, 撤兵, 哪撤, 就撤到安顺场, 你记住这个地方叫安顺场, 十大开到了安顺场, 安营扎寨, 那手下的士兵是疲惫不堪, 什么都没了, 粮草尽尸, 这光是大山, 连个老百姓都看不着, 吃什么, 吃石头, 喝西北风啊, 到了现在是身风绝地, 十大开刚进了安顺场, 本地的地主武装, 包括清兵, 就开到, 三十几万官兵把安顺场是重重包围, 全都疯似, 到了现在, 十大开想突围, 也出不去, 那能不能出得去吗, 就这样, 义军在安顺场还坚持了八天, 八天, 粮食早断了, 吃什么, 杀战马, 赢了战马, 离不开也, 离不开也不行, 人痛可爱, 天天吃马肉, 那也吃不饱, 三天能吃剩一两就算不错了, 很多的士兵全倒下, 伤害也没人管了, 十大开一看, 万流, 万流, 心说话那两路, 原兵哪儿去了, 临分开之时, 我怎么告诉你, 千叮咛万主, 你们怎么阎空信鸟, 因为怎么回事, 十大开不了解情况, 那两路军队早被清军给吃掉, 你看跟十大开在一起行, 觉得自己不寒谷, 离开十大开玩不转, 独挡一面, 挡不住, 早被清军给消灭了, 十大开一字不知啊, 心里还疑惑着, 坚持到第九天的时候, 十大开一筹莫展成这么时候, 外边军兵进来, 爸, 爸五千岁, 你说怎么这声, 没吃饭呢, 那些勉强啊, 走到身子都打晃, 报室的腿都软了, 报完了, 什么事情, 外边的清军, 用那个剑射进一封信来, 我们把信拿来, 交给五千岁, 拿来我看, 把信打开一看, 四川总督, 骆明章的亲笔信, 大观印在上面盖着, 说得挺客气, 说义王, 你现在身丰绝地, 你就是大罗谁去, 你也跑不了了, 现在官军几十万, 已经把你们包围了, 你们粮草尽决, 就是铜达铁柱的汉子, 也没有骤念了, 本都, 替上天好生之德, 因此, 给你写了封信, 深知你是当事独一无二的好汉, 我们非常钦佩, 如果你实时务, 愿意投靠朝廷, 朝廷绝不亏待于你, 我就是等着你的回信, 如果你执迷不悟, 一意孤行, 你就死期将至, 就这么封信, 十大开看完了之后, 分配一声开会, 众将全到了, 再看那众将瘦的, 都跟那大眼灯差不多少了, 王爷, 大家坐下, 今天呢, 就, 把这封信拿一起, 大伙看看, 曾经前做的心里有数, 挨个传阅, 人们全看完了, 心又传到虎外, 往这一放, 各位弟兄, 你我身逢绝地, 我十大开没能力, 我把你们领进了局路, 我对不起你们, 但是这是天意啊, 天意规定的, 谁也没有能力更改, 现在青腰头, 来了封信, 大家看看我们应该怎么办, 是听他的, 还是不听他的, 大将, 黄世忠带比心平, 一王, 什么意思, 您动摇了, 那么我们想听听您的意思, 不, 我想听听大伙的, 世忠啊, 你说说你什么意思, 一王, 大丈夫生在天地间, 饼天利弊, 岂能贪生怕死, 他就许给咱们什么好处, 我也不动心, 我命愿为一王为天国而死, 绝不投降, 大家再表达, 曾世和站起来, 我们愿意战死也不投降, 不投降, 却我投降, 大家全表了他, 时大开点点头, 各位, 咱们想在一块儿去, 绝不能投降, 骆兵章, 想利用这机会, 拉拢咱们, 他是痴心妄想, 大家也别光这么说, 要看事实, 现在兵无斗志, 我能强迫你们去打吗, 我们这几千地球, 还有战斗力吗, 多日子不吃东西了, 心有力而不足啊, 方才我想过一个主意, 跟大家商议, 一王您说, 一王您说, 事到了现在, 我是个罪人, 我是罪人, 昨天晚上我就想, 回不盖, 不听国旧之言, 一孤行, 这才走上了绝路, 但是事实上没有后悔的药, 再这一说, 大丈夫做了不回, 回了不做, 我行了, 那么几千位弟兄惹着谁了, 难道跟着我一块去死吗, 不能, 我已经是罪人了, 我打算赎罪, 我的主意是, 我带领我的全家人, 还有我儿子, 我媳妇, 赶奔轻盈, 我去请罪去, 我们一家人去, 先决的条件是, 把你们,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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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千位弟兄的命, 就换出来, 如果他们答应这个条件, 以我一家人的性命, 换取大家的性命, 我就去, 如果不答应, 另说另意, 不知诸公意下如何, 哎哟, 大会听, 那能行, 使不得, 使不得, 你也是好心, 你一家人去送死, 换取我们活着, 那能行, 我们于心不忍, 就这一句话, 谁不敢言就了, 师大开提起笔来, 给四川总督洛饼张, 写了封信, 写完了, 交给曾经签, 经签了, 再考虑考虑, 这, 哎, 不必多数, 我一一决, 曾经签跟着, 师大开多少年, 那可说是忠心不二, 形影不离啊, 没有办法掉的眼泪, 把信接过来, 带了八名参户, 找那个体质啊, 比较健壮, 虽然挨饿, 累累累裤腰带, 还能走得动的, 飘了八名, 就这样挂着宝剑, 离开安顺厂的卡上, 走出不到二里地, 到了清军的势力藩, 曾经签一看, 全是关闭, 山头上, 树重中, 那堡垒掉, 包一个爱的一个, 站好是纵横交错, 逆步落脚, 那你还出得去吗, 鸟都飞不出去, 正往前走着, 被清军发现, 清军哗啦愁, 闯出一大棒的, 炸呀, 干什么了, 哗哗, 枪支上, 古剑也准备好了, 曾经先站住, 别动, 各位别误会, 别误会, 我是奉我们天朝, 五千岁师大开所拆, 给你们总督下书的, 我是信使, 什么他妈, 一王五千岁高屁, 把手都举起来, 这不能带, 跟着跟着走走走, 像鸭腐鲁一样, 就差捆着了, 翻山越岭, 走了将近三个时辰, 真走不动, 到一片平川之地, 往高坡上一看, 扎着中军宝藏, 连营爱连营, 马浩爱马浩, 一眼都望不到鞭子, 旗号飘扬, 都是清朝的军队, 好几十万, 你算得有多少, 来到中军宝藏营门的外头, 站着站着, 看着他们, 到里边送信去了, 时间不大, 送信的人出来, 问你叫什么名, 曾锦谦谦, 曾锦谦, 你跟他进来吧, 其他人站在那边, 走走走, 曾锦谦进了中军宝藏, 一看, 密牌刀斧手, 里边做好了准备, 往高坡上一看, 一把虎皮高娇喜, 端坐着一个干巴老头, 大帽子, 超独补卦, 马蹄形, 黄马褂, 山虎的柄子, 双眼大花铃, 威风的不得了, 干巴巴那么瘦, 白狐绝绝着, 小眼睛不大放着光, 你有七十多岁, 这就是四川总督洛银杖, 参赞军机师爷, 两旁边站立着, 大帐里是鸦雀屋, 一王十八开, 被困安顺场, 身风绝地, 这就是绝地, 进不能进, 退不能退, 在这手还守不住, 关键是, 弹药没了, 特别是粮食禁绝,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话, 说我能量可大了, 饿你八顿试试, 当时就没能力了, 现在, 施大开就这处境, 最后一王向众将宣布, 愿一家人的性命, 换大伙的安全, 谁也劝说不了, 施大开提起笔来, 给四川总督洛炳章写了封信, 写完了, 交给曾经签, 金签, 你把这封信, 要亲自交给洛炳章, 不得有, 曾经签, 没有办法掉着眼泪, 把信接过来, 带了八名参户, 就这样跨着宝剑, 离开安顺场的卡哨, 走出不到二里地, 到了清军的势力犯, 来到中军保障营门的外头, 站着站着, 看着他们, 到里边送信去了, 时间不大, 送信的人出来, 问你叫什么名, 曾锦谦, 曾锦谦, 你跟他进来吧, 其他人站着吧, 走, 曾锦谦进了中军保障, 一看个, 密牌刀斧手, 里边做好了准备, 往高台上一看, 一把虎皮高娇蚁, 端坐着一个干巴老头, 大帽子, 超都不挂, 马蹄形, 黄马挂, 山虎的顶子, 双眼大花铃, 威风都不得了, 干巴巴那么瘦, 白狐撅撅着, 小眼睛不大放着光, 能有七十多岁, 这就是四川总督, 洛铃杖, 参赞军机师爷, 两旁边站立着, 大帐里是鸦雀无声, 曾锦谦, 紧走几步, 一抱拳, 您就是洛独督, 这洛铃杖水撇着, 嗯, 世王, 你叫什么名, 天朝大将, 曾锦谦, 刚说出这话, 两旁人就喊, 什么不太叫天朝, 你们是长老子, 你们是国家的烦他, 跪下, 叫他跪下, 打, 这家伙, 军政师一声令下, 拿鞭子, 拿棍子就过来, 曾锦先把眼珠的一瞪, 胸扑一把, 干什么, 两国相争, 不展来时, 你们这样无礼, 真叫人可发一笑, 骆饼张看看, 这小的瘦这样还挺有骨气, 算了, 谁叫你来下书的, 一万五千岁师大开, 哎, 本都给他写了封信, 他见证了吗, 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给送回信来, 把信拿出来, 本都观看, 拿出之后, 有人接过来了, 递给骆饼张, 骆饼张带上老花镜, 真没想到, 骆饼张看完师大开的信是又惊又喜, 真不明问怎么回事, 师大开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 天国一王五千岁, 师大开, 智书于四川总督骆饼张阁下, 你的信, 我见到, 现在打开, 被困安顺场, 此乃天意也, 我深知, 身丰绝地是走投无路, 但是我有个条件, 如果你能答应, 咱们算达成协议, 罪得, 你们恨得, 我十毛眼, 我师大开, 愿率我的家眷前来情死, 条件是, 我手下六千多名弟兄, 要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 我的弟兄都是好人, 为生活所迫, 没有办法加入拜上帝会, 跟着我转战多年, 希望你, 体谅他们, 能用的, 你留下用, 不能用的, 把他们遣散, 能务农的, 让他们回家务农,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我就是死了, 要赶尽你的好处, 如果同意, 咱们就算达成协议, 敬后徽恩, 骆饼张一想起, 实在还真行啊, 拿他和他的一家子, 换那些人的性命, 这解决问题了, 这就是, 你叫什么, 曾景谦, 来了, 把曾将军带出去, 好生款待, 没吃饭吧, 在这儿给你解解馋, 饱餐一顿, 带出去, 你得听人去的, 把曾景谦带出去, 剩下开了个碰头会, 骆饼张拿不定主意, 把石大开这封信, 这大伙看开, 众人都看完了, 骆饼张问, 各位, 这是好事, 哈哈, 没想到石大开这个庞然大物, 居然落在我骆饼张手里, 哎呀, 满朝公卿, 谁能利这么大的功劳, 非我莫属, 就这件事本身来说, 我入阁都有希望, 一旦我升官那天, 绝望不了诸公, 给大人道歉, 给大帅道歉, 给大帅道歉, 呀呀呀, 等等, 放下远的咱说近, 你们看我如何答复呢, 我怎么答复, 大帅您的意思呢, 难, 难, 朝廷罪恨者, 就是俩人, 一个是洪秀权, 一个是石大开, 石大开罪在不赦, 死有无辜, 这个庞兰大物, 杀了多少官军, 他折腾了多少年, 这是天意, 这是天报, 才落到我手心上, 但是他一家子, 好办事, 他叫我饶了他手下六千多人, 这个事儿难呢, 我做不了主, 我得怎么答复, 主公, 你们提提怎么办, 有个师爷过来, 大帅, 这好吧, 您呢, 马上给他写回信, 安抚石大开, 别叫他变卦, 你就说信看见了, 可以答应, 这条线全答应, 先稳住他, 然后用八百里, 加级的速度, 请示朝廷, 朝廷应该怎么办, 您不就是没责任了吗, 圣旨回来之后, 您再采取行动, 嗯, 对, 这主意不错, 不过, 离北京甚远, 在什么时候能听着回信, 那么眼前应当怎么, 眼前可以也这么办, 先把他稳住, 让石大开先来, 哎, 把他呆住, 那六千多人的事, 请指定夺, 等几天指意到了, 他们该放咱就放, 该杀咱就杀, 这叫两不误事, 好, 好主意, 好主意, 现在我就修书, 写完之后, 盖上大印, 你们看看有披露没有, 中人看了, 挺好, 就这么办, 嗯, 把那个姓曾的, 带上来, 曾景谦到了下头, 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 曾景谦连看都没看, 听说我有人格, 我饿死不吃你们的饭, 你们想拿我取笑, 底下人还说, 还问你饿成这模样呢, 白给你你不吃, 这不你减着呢, 没吃, 一直等着, 等进了中军大当, 洛平章这事有点笑容, 哎, 邓将军, 方才我商议了一下, 施大开一王, 说的很有道理, 也很有骨气, 本官十分钦佩, 我写了崩回信, 你给烧回去, 面成一王五千岁, 你就说, 他所提的条件, 本帅全都满足, 全都满足他的要求, 现在算达成协议, 办, 今天就得起算, 今天, 明天, 后天, 后天呢, 施大开必须率领家眷, 来得我中军保障, 得来, 咱说话得算数, 我就献三天的时间, 如果施大开说话不算数, 不领着家眷来, 后果自负, 本帅一声令下发动进攻, 杀你们一个也不留, 我说话听明白了吧, 下去吧, 就这样, 大将曾锦谦, 拿着洛饼张这封信, 回到安顺厂面见义王, 哭着把这事说了, 曾锦谦还说呢, 义王, 我走了这一趟, 我都看了, 的确是出不去, 曾, 曾设访, 兵强马撞, 我们现在的处境, 就叫咱走, 咱也走不了, 施大开见头, 好, 就这么决定了, 几个大将全跪下, 五千岁, 不行啊, 这太残忍了, 您救得了我们, 救不了我们还在两可, 您领着一压人前去情死, 这哪能行, 五千岁收回成命,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哎, 大丈夫顶天立地, 岂能出尔反尔, 我一急决, 就这么决定了, 不用等到后天, 明天, 我就起身赶奔轻盈, 明天我就走, 曾经前说那又何必, 不, 今天呢, 我听说每一天咱就饿死, 五六百人了, 我早去一天, 有很多人能把命保住, 我到了先要求他们发粮食, 大伙先吃饱了肚皮, 我疼什么, 迟早是这么回事, 不必再说了, 石大开一抖袖子, 退了张, 转身, 赶到后张, 后张是家眷, 杀夫人, 黄氏王妃, 姓张的姓王的三个, 还有个儿子, 今年五岁了, 叫石定忠, 五岁的孩子, 原来他有个儿子被杀了, 那个儿子就叫石定忠, 那时候怎么这还叫石定忠, 对, 石大开有意这么起, 原来的我儿子等于没死, 我这个儿子还叫那个名字, 心里的还有种安慰, 小孩长得白胖挺招着邪恨的, 最硬, 饮食顿俭, 他没有啊, 孩子也瘦了, 三位王妃听说前面的事, 姐儿仨搂着正哭哭的, 你说一个女人家做不了主, 直到现在任人摆布呗, 一边哭一边正谈这事, 石大开进了勤张, 姐儿仨下的不敢哭, 王妃您回来了, 石大开点点头, 拉把椅子坐下, 孩子过来双膝跪倒, 参见爹爹, 叮咚啊, 来来来, 石大开把大儿子抱过来, 那小脸蛋上亲了又亲, 吻了又吻, 儿啊, 憋憋对不起你啊, 我也对不起你们姐妹啊, 有道是命服猪肝, 不服井生, 我石大开就是个井生啊, 石子啊, 打下天下, 叫你们安抚尊荣, 想点福, 没想陪着我, 都要做刀头之鬼, 你们姐儿三个, 现在是怎么想的, 你们愿意不愿意, 都没敢哭, 这三位王妃非常劫力, 一致表态, 王爷, 您做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 当妻子的完全服从和赞同, 我们一家人去请死, 愿意, 愿意陪着五千岁于陛下, 石大开点击头, 好啊, 总之, 我对不起你们, 可是千言万语没法说了, 坐在一块儿, 正这时候, 当兵的将啊, 十字万, 打下天下, 叫你们安抚尊重, 想点福, 没想陪着我, 都要做刀头之鬼, 你们姐儿三个, 现在是怎么想的, 你们愿意不愿意, 都没敢哭, 这三位王妃非常劫力, 一致表态, 王爷, 您做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 当妻子的完全服从和赞同, 我们一家人去请死, 愿意, 愿意陪着五千岁于陛下, 石大开点击头, 好啊, 总之, 我对不起你们, 可是千言万语没法说了, 坐在一块儿, 正这时候, 当兵的进来了, 五千岁, 该用晚膳了, 从哪里搞的粮食, 哪有粮食, 是杀了一头马呀, 马肉, 还有战马可杀, 五千岁, 您别难过, 您那宝马良菊, 胭脂红, 饿死了, 后来大将征集一些命令, 把马头马尾砍下, 埋起来, 马皮拔下, 把马肉分割了, 还有全府的下水, 供给王妃和王爷十一, 飞着, 石大开那心就一顿, 保安马颜之虎, 跟自己是转战南北, 十六年了, 那说虽然是畜生, 跟人差不多少, 有深厚的感情, 一直形影不离, 哈哈, 这可到头, 没想到他也死, 我连匹马我也对不起, 马肉端上, 能吃得下去吗, 留了几块让孩子吃, 让王妃吃, 剩下的, 石大开分, 分散给各位, 大将, 就说这是我的命令, 吃也得吃, 不吃也得吃, 哎, 把马肉分散, 石大开含着眼泪出去, 还得擦岗呢, 他出去了, 孩子汪妃在寝障礁里待着, 石大开往前走着走着, 来到大渡河旁啊, 就行那河水跟牛吼一巴达, 风吹着哟, 石大开心说身逢绝地, 这条河就把我挡住, 如果到了河对岸, 就是生, 在这边就是锁了, 天哪, 这是天意, 到了现在后悔不后悔, 后悔来不及了, 凭赖汉英的话有多好, 里面三心, 回去了跟洪秀全一拉手, 共建天朝, 多美, 名利双手, 就因为自己一无形诸一回莫及, 但是大开也想了, 古往今来, 类似我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 回有什么用, 没用, 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 就听着身后几身打乱,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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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飞跳水自杀了, 哎哟, 施大开赶紧回到寝藏一看, 孩子还在那睡, 时定中睡挺像, 妻子不在了, 闹了半天施大开走后, 姐仨一上, 上青营去请死, 让人家抓一把打一下子, 那都不是人了, 大老头来不也是个死吗? 有翼王和孩子盯着就得了, 我们姐仨不能失劫, 最后三个夫人一上一手, 拉着手跳进大肚盒, 施大开听完这些事之后, 是仰面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死地好, 死地劫烈, 死地有鼓气, 气呀, 等着我吧, 用不了几天, 我跟你们姐仨就见着面了, 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好好地团聚, 夜无话到了第二天了, 孩子醒了, 找娘也找不着了, 施大开哄着他孩子, 你娘有事先行一步, 跟随爹爹爹, 我领你上一个地方, 带着大将征几天, 征是和, 六元大将陪着他, 不带东西, 骑身赶奔, 轻盈, 第二天就去了, 通知早就发起来, 这是什么时候呢, 正是公元, 1863年6月13, 1863年6月13, 施大开率领各大将领着儿子, 赶奔骑马姑, 轻盈去请罪, 哈, 骆明张乐坏啊, 骆明张啊, 心里的就琢磨着这事是真的吗, 我要把实力给背住, 我就入阁拜乡了, 哈哈, 但是还不能实态, 搬了把虎皮脚椅在园门外头, 举行了请乡议事, 这举行了议事, 等他来到十大开进前, 他一看, 这条大汗, 身高两米挂领, 真是头大如刀, 口大如全, 立见没大抱子呀, 再一饿, 肉啊, 这一松, 显得眼睛就更大了, 十大开, 我得好好的, 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三, 十大开, 率领各大将领着儿子赶奔骑马姑, 轻盈去请罪, 哼, 洛明章乐坏啊, 洛明章啊, 心里的, 就琢磨着, 这事是真的吗, 我要把实力给背住, 我就入阁拜乡了, 哈哈, 但是还不能实态, 搬了把虎皮脚椅在园门外头, 举行着请乡议事, 举行着仪式, 等他来到十大开进前, 他一看, 这条大, 身高两米怪力, 真是头大如斗, 口大如全, 立见没大抱子呀, 再一饿, 肉往这一松, 显得眼睛就更大了, 十大开, 你看就这样, 这腿肚子还有点赚筋, 你是十大开, 称实在下, 欢迎欢迎, 哈哈哈哈, 嗯, 了不起, 了不起呀, 哈哈, 九闻大明, 今兴得见, 足未听生啊, 这孩子是谁, 此乃我子, 十定中, 哦, 多大了, 现年五岁, 怎么不见尊夫人呢, 昨夜晚间, 他们已经投了大渡河, 死了, 哎, 这, 这, 这哪行, 你担保一家人, 现在没有你的家, 这, 这叫我如何交代, 十大开把眼睛瞪, 怎么, 落了你手不也是死吗, 他们先死了, 有什么不妥, 他这这这, 曾经先过来, 你怎么着, 你认为我们义王说瞎话吗, 你认为骗你不成, 我们义王从来不说谎话, 我们清点路途, 哎, 哎, 我不是那个意思, 好不好, 既然如此, 义王, 委屈你了, 嗯, 怎么处置你, 我说了不算, 得请指定夺, 那么眼前呢, 先在一圈圈圈, 先马里行吧, 十大开领的孩子, 几冤大将在后的跟着, 刚一进阴门, 若鸣刚, 把脑瓜一哺了, 那一口, 动手, 哇, 埋伏在两旁的刀斧手望上, 一窗, 不容三说, 把几个人拿绳子全擂上, 单三扣, 双三扣, 每扣不及捏脚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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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落得人家手上好得了, 鸭血血, 鸭血血, 包括那五岁的孩子, 鸭血血之后第二天, 旨意就到, 旨意怎么说的呢, 先把实力, 及其家眷, 借往成都, 听后处置, 这是一, 他所部六千多人, 一个也不要胜, 全杀, 绝不能听他的, 骆炳章接纸一听, 哦, 是这么回事, 那怪不得我了, 就得按照朝廷的意思, 当天晚上, 就十三号的晚上, 骆炳章这个柜子手, 率着五万大兵各拿利刃, 闯进安顺场, 把手无寸铁, 毫无战斗能力的这些士兵, 全都斩尽杀绝, 你说石大开想的多天真, 想用自己一家人换这些人的命, 能换得了吗呢, 为了消灭罪障, 怕舆论, 舆论能让受不了, 所以连夜之间, 把这死士全抛进大渡河, 这大屠杀这还了得, 这战场这例外, 人家都投降了, 你这么干能行吗, 怕舆论选择, 然后把安顺场收拾干净, 这就是个大屠材场, 然后他秦深, 押接着石大开等人, 赶奔成都, 到成都投入死丘牢, 日子不多, 这不十三号吗, 1863年, 六月二十五, 旨意下了, 旨意说得很轻, 石历大开等人, 不必借往北京, 就地凌迟除死, 凌迟, 说铃铛一听好吧, 遵旨照办, 就在成都摆下沙场, 据说, 在临行这一天, 老百姓万人空降, 都看热闹, 把他们推上行场, 一刀一刀的寡了, 大将封锦前一看, 五岁的孩子, 也要受这种酷刑, 曾几千是颇口大霸, 青椒啊, 青椒, 你们不是人, 你们没有人性, 我等死, 没有关系, 五岁的孩子身犯何罪, 也身遭酷刑, 你们不是人, 祖宗奶奶的嘛, 骆饼张一看, 嘴封上, 他嘴尾封上, 帮一拳, 挖钩打掉, 瞎巴一打了下来, 还喊不出来, 就这样, 师大开, 极其亲密的战友, 都惨遭了毒手, 得这么个结果, 五岁的孩子也打上来, 说到这儿呢, 咱必须说清楚, 最近呢, 有很多的书嘛, 近代史书, 都说师大开搞分裂主义, 那大帽子, 带着一个大罗呀, 师大开不应当分裂, 天国这儿那儿, 这分怎么说, 如果师大开闹个人主义, 那属于分裂, 情况特殊, 被洪秋全给逼的, 师大开的出走, 完全是和情路里的事, 错, 就错在后几年, 洪秋全认错了, 那你就回来就得了呗, 不, 一意孤行, 你这个能力你再大, 本事再大, 你成了孤艳单飞, 那你领着这些人, 那不找倒霉吗, 师大开错就错的事, 说的是分裂主义分子, 那么后期, 这个帽子不算大, 前期情有可原, 总而言之吧, 那么大的英雄, 得了这么个结果, 消息很快就传到偏见, 洪天王一听时, 放声大哭, 洪秋全呢, 哭坏了, 心说我那大跑, 如果能回来有多好, 现在你死了, 兜手不管, 我这天经也是岌岌可危, 也不久长了, 什么原因呢, 咱们光说师大开这头, 始终没说洪秋全里头, 洪秋全这日子难过啊, 师大开一走, 领走那么多军队, 后来, 洪秋全深感到自己错了, 错了, 后悔了, 差子都轻, 把安抚二王, 红人发, 红人打, 臭骂了一顿, 坏事就坏在你们俩身上, 你们要不挤兑, 师大开不给我出主意, 不说坏话我, 我能这么干事吗, 真把俩哥给免制, 决心整顿超纲, 怎么整顿呢, 一开始, 让他的宠臣蒙德恩, 主持朝政, 这蒙德恩呢, 溜虚心, 让他掌管朝政, 军政大权, 这一给他, 他傻了, 蒙德恩呢, 心里不糊涂, 心说这我可干不了, 这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 别人在位, 你瞅这演技, 等自己在位了, 玩不转, 后来怎么办呢, 他跟天王提出来, 哎呀, 陈不行了, 我没那个能力, 我实在挑不起这个担子, 洪秀全说这么办嘛, 朝中无人啊, 你呀先担任这个担子, 我呢再给你配几个副手, 提拔了几个人, 一个是李春和, 一个是李秀成, 一个是陈玉成, 四个人组成个班子, 执掌超纲, 结果这四个人还不合, 这个李秀成, 也闹个人主义, 瞧不起李春和, 也瞧不起蒙德恩, 他觉得这个陈玉成, 比自己年纪轻得多, 还管着自己, 有点不愤, 这班子也不太合, 你说这天国好得了吗, 正在这晃晃悠悠的时候, 还喜信传来, 洪秀全的足弟, 洪仁甘, 从香港来, 他的亲足弟啊, 一个老祖父, 洪仁甘咱们前文书简单介绍的, 此人才高八道, 学识特高, 早想加入拜上帝会, 因为原音足足, 一直拖到现在, 才来到天津, 跟我洪秀全两个人, 睡在一张床上, 鼻足耳眠, 长谈三昼夜, 洪秀全发现洪仁甘, 惊天为地制裁, 了不起的人物, 因此第二天当众宣布, 由洪仁甘, 主掌朝政, 那四个人属于副手, 陪着, 你说外来人, 看来洪秀全, 慧眼失真人, 这回用人一觉, 洪仁甘英语还相当败尽, 因此处理朝政, 条条是道, 一手抓军事, 一手抓政治, 那可以说是兢兢业业, 因此天朝忠兴, 又恢复起来了, 恢复起来呢, 不久, 乾江也来了, 在咱这套书开头的时候说过, 乾江叫乾东平, 那是个大谋士, 凭着喜气, 也从浙江赶到天津, 胡秀全, 吸取经验教训, 决心要重建天国, 因此是奋发图强啊,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什么事没人不行, 首先提拔重用人才, 叫洪仁甘做了甘王, 乾江做了军事, 两个人携起手来, 掌管朝政, 一个抓政治, 一个抓军事, 另外呢, 还特格提拔了一些军事人才, 就这样, 太平天国呀, 这个形势在驻将好转, 但是吃力的很, 你看特坏如意, 复兴这玩意难, 这些人总感觉到力不从心, 所以, 洪天王才派国旧赖汉英, 再请施大开, 非把义王请回来, 让施大开掌握朝纲, 结果遭到施大开的拒绝, 赖汉英没办法回来了, 那么打这之后, 天王洪就全再不想施大开, 不但是他, 满朝文武, 天津的臣民, 把施大开的仨字, 就逐渐的忘掉, 没吃法, 所以呢, 洪秀全, 又重用了英王陈玉成, 和中王李秀成, 你看这俩年轻人, 真不见, 好奇之秀, 就拿英王陈玉成来说, 文武兼备, 别看二十岁挂领的小伙子, 要哪样有哪样, 不次于施大开, 天王决定, 让陈玉成统领重兵, 阻挡西面和南边, 让李秀成率领重兵, 阻挡东边和北边, 两个人分了工了, 确保天津的安全, 要不是这个事, 说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你不服这事还真不行, 正在天国形势逐渐好转的时候, 英王陈玉成, 在安徽被叛徒出卖, 要败家呀, 家败出猴头, 谁也阻挡不住, 有个小子姓苗叫苗佩林, 受了清军的收买, 现在清政府就利用这个离间收买的手段, 许给你大官, 多给你钱, 这个人一致一薄弱, 禁不住拉拢和掩忧, 苗佩林暗中投靠了清朝, 陈玉成不知道, 结果中了人家的埋伏, 上了人家的大, 被生亲活达, 二十六岁的英王陈玉成是惨遭毒手, 被凌迟处死, 咱这么说, 是天国的人落到清朝人手里, 大部分都是凌迟, 砍脑袋的都不作戒, 陈玉成壮烈牺牲, 这一死, 等于洪秀全端了一个胳膊, 就上了个中王李秀成, 这个李秀成啊, 老跟那个洪秀全的看法不太一致, 君臣之间还存在着摩擦, 咱们单说李秀成, 按照他的观点, 开始动争, 开始北岛, 首先应当占上海, 他说这个上海这个是宝地, 那商业都兴旺, 那个地方都富庶, 这要占了上海, 水路大全全都掌握了, 天津就活了, 但是洪秀全都不同的看法, 中王李秀成没听洪秀全的, 就这样, 统领大兵十五万, 铺天盖地, 是文公上书的, 这一点咱必须强调一下, 这是天国呀, 实费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上海碰过他, 首先列强, 在上海都有租界地, 他们那块都有产业, 你看你在别的地方打行, 你打上海, 碰了洋人的利, 洋人就要插手, 李秀成就没想到这手, 单说这一天, 十五万大兵分三面, 包围了上海, 上海首把的主要官员, 此人姓杨叫杨芳, 杨芳是上海道的道员, 哎呀, 得着报告之后, 吓得是胡不胡的, 十五万太平均, 他登上城楼, 万下一看, 我那把, 是铺天盖地, 头过红金, 身披红袍, 什么都是红, 那简直跟着火了一样, 一片红, 一眼望不到边, 杨芳一头发了, 上海保不住了, 差点手下的军兵, 不超过三万人, 那怎么能守得住呢, 杨芳就开了个紧急会, 问牟师们应该怎么办, 牟师有鬼点, 大人, 光靠咱们的力量, 守上海, 谈何容易, 那长矛的太凶了, 而且这次, 领兵带队的头领, 是伪中王李秀成, 这下再邪乎了,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靠咱们官兵, 不济于事, 为今之计, 请洋人, 杨芳一挺了这些队, 这主意太好了, 但是能不能寝得动, 再两说着, 一方面, 令人手把城市加强戒备, 把大炮都架到城楼上, 日夜巡逻, 另方面准备了八台大教, 他就拜会, 美国, 法国, 英国, 驻上海的总领事, 和司令官, 他这么说, 见着美国总领事, 和英国总领事, 两个人表示, 这个太平军跟你们打, 是你们中国内部的事情, 我们严守中立, 绝不介入, 你们谁胜谁败, 跟我们绝没关系, 我们一接到政府的训令, 绝不参与此事, 应该说的多好听, 就这么这个杨芳啊, 就碰到南墙了, 这怎么办, 当夜晚间协重礼, 拜会法国, 驻上海总领事, 兼海军司令官, 叫孟斗班, 这个孟斗班呢, 是翻译过来的名, 要叫原来的法国名叫什么, 就不清楚, 一般人都管他叫孟他人, 就这样, 杨芳坐着轿子来, 在会客厅里俩人一见面, 这个孟斗班呢, 是有名的中国徒, 在中国待了多少年, 顾头也大, 金通汉语, 跟这个杨芳两个人, 处得还不错, 私人感情比较融洽, 经常接触, 一看杨芳来的就值得有事, 孟斗班挺礼貌的, 让他落座, 切好了咖啡, 泡了浓茶, 端来扁心, 他笑着就问, 杨大人, 深夜来到我这儿, 有事情吗? 哎呀, 总领事各项,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说,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现在上海危险了, 我们中国正到这个长毛, 长毛您懂吗? 就是太平军, 哎呀, 那些穷人全都加入了, 现在他们的大兵超过几十万, 公然要围攻我的上海, 我说司令官哥想, 这个我不说你也明白, 现在我们政府软弱无能, 打不过长毛子, 因此我觉得用不了几天, 这上海就完了, 至于我们失败了, 无所谓, 我们竟打败上了, 什么丢失城市, 伤兵损将都习以为常了, 但是我这么考虑, 我们失败了没关系, 一旦上海落入长毛子之手, 我受损害的是你们洋人, 尤其是法国在华利益, 你们的财产, 你们投资在上海是最多不过, 要落到长毛子手里如何是好, 因此我特来通报提醒各项, 哈哈哈哈, 说得好, 说得妙极了, 杨大人, 关于你们国家的事情, 有件事情我要对你, 这个孟道班呢, 是有名的中国图, 在中国待了多少年, 全个头也大, 精通汉语, 跟这个杨房两个人处得还不错, 私人感情比较融洽, 经常接触, 一看杨房来了就知道有事, 孟道班挺礼貌的, 让他落座, 洗一会儿了咖啡, 泡了浓茶, 端来贬习, 笑着就问, 杨大人, 深夜来到我这儿有事情, 哎呀, 从领事阁下来,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说,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现在上海温险了, 我们中国正到这个长毛, 长毛您懂吗, 就是太平军, 哎呀, 那些穷人全都加入了, 现在他们的大兵超过几十万, 公然要围攻我的上海, 我说司令官哥想, 这个我不说你也明白, 现在我们政府软弱无能, 打不过长毛子, 因此我觉得用不了几天, 这上海就完了, 至于我们失败了, 无所谓, 我们净打败仗了, 什么丢失城市, 伤兵损将都习以为常了, 但是我这么考虑, 我们失败了没关系, 一旦上海落入长毛子之手, 我受损害的是你们洋人, 尤其是法国在华利益, 你们的财产, 你们投资在上海是最多不过, 要落到长毛子手里如何是好, 因此我特来通报提醒各项, 哈哈哈哈哈哈, 说得好, 说得妙极了, 杨大人, 关于你们国家的事情, 谁胜谁负, 跟毕国无关, 但是, 那个长毛再凶再恨, 对你们可以, 对我们法国人, 不见得吧, 我借他个胆子, 他也不敢损害大法国的利益, 不见得, 不见得, 总领事阁下, 您还记得吗, 这些长毛子工程战地, 也不是一座城市了, 洋人在华的利益, 他们没少损害, 他们跟朝廷截然不同, 根本不承认这个条约, 那个条约的, 一概都否定, 另外, 就是在华的利益, 该没收的, 他们没收, 那么, 你们各国受损害的人, 还在少数吗, 何况你们法国, 在上海的利益, 沃尔大人不能掉以轻心, 那么, 你的意思是叫我出兵了, 我是这个意思, 我希望贵国不能袖手不管, 应当调动海军或者是海军陆战队, 跟我们朝廷携起手来共同防守上海, 这样咱们两家全都有利, 不过, 我已经接到政府的训练, 保持中立, 绝不介入, 我不敢违反, 但是, 考虑到杨大人说的, 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还这样说, 我给你出个一举两全的主意, 哼, 我不明白, 什么叫一举两全, 既保住了上海, 和我们法国人的利益, 那么, 也对你有好处, 我请出一个人来给你帮忙, 这个人只要一露了面, 肯定上海平安无事, 是吗, 这人是谁, 是我一个好朋友, 请进来, 事先的早都准备好了, 洋方一到这, 人就安排好了, 但见侧门一开, 从里边走出一个洋人, 洋人呢, 他这种不一样, 他个儿大, 零米挂零的个儿, 长得细条条的身材, 闭眼金发, 头头戴弯的, 胜利穿着燕尾服, 白鸭衫, 领结, 白袖头, 肩披鞋, 裤线, 鼻领, 来到客厅, 恭恭敬敬, 给孟豆班敬了个礼, 孟豆班一百首年了, 哎, 杨德人, 来来来, 我跟你们介绍介绍, 杨方一看, 这洋人这大个子, 岁数不大, 也就是三十岁挂零吧, 这位, 这是我的好朋友, 美国人叫华尔, 华尔先生, 这就是上海道员三品大人, 杨方杨德人, 华尔把手伸出来, 哦, 久闻大名, 你好, 你好, 哎, 你好, 华尔先生, 孟豆班说, 坐, 坐, 杨德人, 华尔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非常有才感, 也是有名的中国通, 对军事上更是内行, 他既参加过海军陆战队, 也多次参加科什米尔战争, 经验丰富, 训练军队有素, 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 我把它介绍给你, 在你的名下指挥调用, 那我怎么敢呢, 我, 我不必客气, 他是我的朋友, 也是你的朋友, 我在考虑, 有我们外国人, 在上海的外国人, 成立一支特种部队, 这个部队的名字嘛, 我还没想好, 比如说, 叫这个长盛了, 长监, 哎, 就展示命名叫长盛军, 这个吉利话, 那么华尔就是长盛军的总指挥, 这支特种部队, 为阁下指挥, 编到你们清兵里边, 你给观想, 你花钱, 另外嘛, 人也不愁, 人也不愁, 在上海据我了解, 在华比洋人超过三万人, 这些人, 无业游民很多很多的, 由华尔先生负责招募这些人, 让他们组成特种部队, 对, 人不要多, 贵于精啊, 人数不能超过两千, 哎呀, 华尔, 你愿意吗, 愿意, 我服从先生的指挥, 好, 哈哈哈哈, 痛快痛快痛快, 那么咱们三方面就定下来, 钱嘛, 要你们清正腐化, 不要立策钱, 越多越好, 华尔先生就是为钱, 才来到中国的, 杨方一想, 不管哪国人都猜你这, 那钱也不从我要包掏, 请是朝廷多给点的, 现在大兵压境, 花点钱算什么, 可以, 可以, 用多少钱, 我都可以掏, 嗯, 有钱好办事, 华尔, 负责组织人训练军队, 就交给你了, 是, 我负责到底, 嗯, 关于武器嘛, 装备嘛, 这个由法国政府负责, 我可以担保, 用世界第一流的武器, 武装你们, 一定把长毛的彻底的消灭, 我要看一看, 洪秀全何许人也, 李秀成何许人也, 咱们这个事情就这么办, 这一天晚上就拍着玩, 现在事在紧急啊, 这华尔第二天走马上任, 从租界地, 从各地划了人去了, 上海号称冒险家的乐园, 世界各国的冒险人士, 全到上海来, 捞金子来, 一说招兵, 这兵员是源源不断, 全都参加了长盛军, 长盛军的总指挥, 是华尔, 这个华尔啊, 这个美国人, 有名的中国团, 你看他岁数不大, 多次到中国来, 跟他爹到这金箍山, 以后参加过海军, 做过什么海军陆战队, 还是个中卫, 参加过多次战争, 后来退役不干, 还做买卖, 这次来无所事事, 正想干点什么呢, 哎, 机会来了, 让他组建长盛军, 老钱的机会来了, 他能不卖命吗, 没出几天, 一千五百人的长盛军, 组建好了, 日夜加紧训练, 他把这一千五百人分成十五个连, 五个营, 委派其他人负责看管着, 统帅着, 另外武器装备, 全是法国政府提供的, 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武器, 转环式机关枪, 各种开山炮, 过山炮, 火箭炮, 你别看他一千五百人, 那得胜过多少军队, 而且经他在暗中串联, 英、美、法、俄, 四国政府联合发出通敌, 威胁太平军的中王李秀成, 告诉你, 你马上解围离开上海, 胆敢攻打上海, 侵犯了我们在华的利益, 后果自负, 洋人一向就讹诈, 李秀成还真就不听邪, 李秀成对这个通牒是断然拒绝, 中国上海是中国的, 我们怎么打跟你们毫没关系, 但是你们在华的利益, 我们妥为保护, 过去定的条约, 我们可以经过协商解决, 威胁天国不接受, 照样带大兵攻城, 让人一看不参加战斗是不行了, 就这么长盛军开出上海, 太平军主要凭着是刀锚, 大刀片, 苗子枪, 个别的有些火枪, 快枪, 跟人家长盛军怎么比, 这一几处大的修严弥漫, 瘸肉很, 你这炮没打到人家阵地, 完了, 人家直接可以打到你家里头, 你这枪打不远, 子弹落在地上了, 人家的枪嘎嘎嘎嘎打起来, 没完, 你说差别太悬殊, 再加上清兵驻战, 中外反动派携起手来镇压太平军, 因此中王李秀成是损伤残重, 尽管如此, 中国人有骨气, 不怕死, 打垮了再组建起来, 中国就有一个宝贝人多, 人多, 然后组建太平军再攻上海, 咱们书说简短, 就这么来回拉锯, 几经周折, 那个野心家华尔, 在战斗中被打死, 法国人不干呢, 马上又挑选了一个人叫戈登, 是英国人, 叫戈登, 为常盛军的宗旨会, 同时又招募了一支洋人队伍, 名字叫常劫军, 归法国人管, 常盛军常劫军, 那就是外国侵略者公开查证, 后来太平军招架不住, 正在这时候, 天经也出事了, 你说天经出什么事了, 形势直转即下来, 现在曾国藩的湘军, 李鸿章的怀军, 各路人马云基, 柯武昌, 多安庆, 战乌虎, 战统领, 大英式直笔鱼花牌, 数万人马云天经告急, 红天王可坐不住劲, 马上用金牌, 急调中王李秀成欢迎, 李秀成, 见着天王的金牌, 不敢耽搁, 远望着上海, 心里他很不识滋味, 你等着我, 洋人多成, 将来我还回来, 非把上海拿下来不可, 输兵, 率领天兵十几万, 回师赶奔天经, 结果到了大江这, 想过势比登天, 江对岸, 天经, 他们得将这边, 让淮军, 让曾国坟的乡军, 紧紧给咬住, 后边还有长盛军, 长杰军, 交住不放, 咱这么说, 经过七昼夜的苦战, 中王李秀成, 终于杀开一条雪路, 强渡长江, 这才回到天经, 查点人马, 十几万, 就剩下一万六千多人, 而且里头还有彩号, 到了天经, 把城门关闭了, 李秀成都没回府, 急冲冲到天王府, 面见洪秀泉, 一手红秀泉呢, 又恢复原来那样, 瘦得跟人杆差不多, 费脑筋, 一看李秀成回来了, 红秀泉就不干, 走, 李秀成啊, 你哪儿去了你, 一开始朕就不同意打上海, 你非要打不可, 最后我才依了你, 我听说你伤兵损将, 你把朕放在天经, 你不管了你, 现在形势十分对我不利, 你看无知奈何, 李秀成心说话, 这天王真不好伺候, 怎么那么多的事, 我答也不对, 不答也不对, 怎么得好, 但是有牢骚, 没法发, 天王, 那您的意思, 把臣叫回来准备, 怎么办, 怎么办, 死守天经, 群臣一记忆, 李秀成觉着不妥, 骗了, 我看这个形势对我极其不利, 天经城守不住, 您看看外边的形势, 增窍头大兵十几万, 已经屯兵雨花台, 龙脖子山一带, 也都是青腰的人马, 后边还有洋人驻扎, 我现在是伏被受敌, 我看这天经城, 咱不能呆了, 以臣之业, 放弃天经, 赶紧西征, 另找个好地方, 建都才是, 不然的话, 就得全军覆没, 文武一听, 对, 中王说的对啊, 这地方守不住了, 洪秀全一听不爱听, 把脸往下一沉, 李秀成, 你说什么, 退兵, 往哪儿去, 这是六朝古都, 古往今来就是建都之地, 这块城大, 水深, 物产丰富, 朕多少年来在这待得挺好, 你说换地方往哪儿换, 你说还能挑是什么地方, 能比这儿好的, 不必多严, 朕哪儿也不去, 陛下, 您说的对, 当初是当初, 现在是现在, 我们在刚进入小天堂的时候, 那行是一片大好, 当然这地方, 是建都最好的地方, 现在您看看, 无昌丢了, 安庆丢了, 青腰已经到了雨花台, 掐咱脖子了, 我们所需的东西, 全靠长江运输, 现在我们失去了优势, 整个掌握的青腰手里头, 如掐我们的脖子, 如蒙上我们的眼睛, 孤城一座, 咱怎么能守得住, 陛下, 人要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呢, 有那么句话, 人挪活, 树挪死, 如果现在不走, 等着他们合围之后, 再走可就走不了了, 别说了, 正义已决, 哪都不去, 我这什么都有, 实在不行, 天父天兄, 也不能看着不管, 正一切浮于天命, 哪也不去, 现在这红秀泉有点病态, 有点病态, 天父天兄在哪呢, 没粮食吃, 他给你吗, 他现在是酸了牛脚尖, 尽管文武苦卷, 李秀成苦卷, 天王是执意不听, 另外, 胡秀泉听了意思, 心说话没粮怕什么的, 这一年来啊, 他摸索出一条经验了, 那天王府特大, 天王府, 那空地有的是, 他发现那草长得挺茂盛, 有时候他待着没事, 他就把那个草全拔下来, 洗个干净了, 拿嘴嚼, 一开始少吃, 吃完了, 没有什么副作用, 再尝着那种, 哎, 一吃也可以, 红秀泉就想好了, 实在没粮食, 吃草, 这一晚上也能冲击, 也能做带粮, 怕什么的, 草不有的事吗, 由于他, 这种想法, 把事儿可都耽误了, 说这话的是什么时候, 正好是1863年的六月, 他要走就走了, 他推迟他不走, 到了转年, 到了1864年的二月, 清军云集是包围了天津, 就跟石大开被困安顺场一样一样, 想走是势必登天, 李秀成咧着个嘴, 没有办法, 整天率领军民巡城, 每一天都发现, 饿死那人就不在少数, 天天有饿死的人, 也有老百姓, 也有军队, 也有当小官的, 后来这粮食捡到什么程度, 那么三顿饭变成两顿, 两顿变成一顿, 这可如何, 天王洪秀全, 就跟石大开被困安顺场一样一样, 想走是势必登天, 李秀成咧着个嘴, 没有办法, 整天率领军民巡城, 每一天都发现饿死那人就不在少数, 天天有饿死的人, 也有老百姓, 也有军队, 也有当小官的, 后来这粮食捡到什么程度, 那么三顿饭变成两顿, 两顿变成一顿, 后来两天吃一顿, 三天吃一顿, 干的变成西的, 这能维持得了吗? 人是铁, 饭是港, 一顿不吃饿的话, 天大的能力不吃饭能行吗? 而清军就抓住这一点, 水源他断不了, 粮食我可以切断, 封锁了所有的通路, 就困死你, 不看你不吃粮食你怎么办? 你将来投降不投降? 就这样鸿锈泉还坚持着呢? 到了四月的分时候, 他告诉他, 粮食没了, 没了没关系, 吃白草, 发一下大伙吃, 好吃, 我带头吃, 这东西叫干路, 也可以叫田路, 又好吃又有营养, 你们不信你们尝尝, 白官咧着嘴就得吃草, 都到这情况了, 你说那玩意儿, 那些无食粮食, 一点营养没有吃的, 问好就了, 结果吃的, 连大便都变不下来, 一个个跟长坊老等差不多, 浑身上下浮重, 哎呦, 大家心里都清楚, 这算晚安了, 一点救也没有, 你就有吕旺之才, 有霸王之勇, 吃到现在, 也没咒呢, 离休成一天, 也就是在这砖油, 想走也走不了了, 到了1864年, 六月份的时候, 红秀全病倒了, 在六月一号这一天, 天王升天, 十年五十岁, 红秀全死了, 你说的太简单了, 没什么可说的, 按理说红天王才五十, 年富力强, 就有环境恶劣, 操心过度, 忧心忡忡, 再加上没有粮食, 他死的, 那么咱也没少说太平天国, 红秀全, 尽管身上有这个缺点, 那个错误, 刚愎自用啊, 疑心过重啊, 有时候固执极见, 尽管有这些毛病和缺点, 但是红秀全不愧, 杰出的农民灵性, 不愧为一代的领袖, 轻视标明, 人无完人, 哪有完整无缺事, 什么毛病没有的人, 没有, 红秀全就算不善, 自从创立拜上帝会, 建立太平军, 永安建国, 一直到天津, 也折腾了十好几年呐, 如果跟师大开不闹分裂, 二王携手共建天朝, 也许这天国也能维持下去, 可现在不行了, 故死红秀全, 身归纳士去了, 红天王死了怎么办呢, 群龙无首不行了, 红秀全有个儿子叫红福贵, 今年毛岁才十六, 只好叫他继承王位, 就是梅池和这个情况下, 让小毛孩子继了天王位了, 这就是少天王, 这红福贵, 小孩啊, 什么也不懂, 也多着日子没吃饱了, 升作天王府的金龙殿, 就问李秀成, 问甘王, 问乾江众人, 下一步应当怎么办, 李秀成一看, 当初我就主张突围, 天王不允许, 现在天王不在了, 这机会也失去了, 那么还得冒险突围, 在这死手上饿也饿死了, 就得孤注一致, 他请示少天王, 陛下呀, 咱得突围, 在这待着是死路一条啊, 越待着死的人是越多, 兵无斗志, 空城一座, 咱守不住了, 中王, 我是个孩子, 我什么都不懂, 你们大伙商量的看吧, 怎么那阵都随着你们, 好, 那陈下去就准备, 近日咱就突围, 1864年6月1号, 天王红袖泉兴之, 就埋到天王府后院, 16岁的儿子, 少天王红府贵长泉, 其实长什么泉呢, 已经到了残秋, 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7月19这天, 中王李秀成, 带着百棍, 家眷, 还有少天王, 夜幕降临之后, 三千赶死队, 掏开城门呢, 从北门就杀出去, 外边清军几十万包围着, 三千人保护, 能行? 刚出城不到二里地, 跟清军就遭遇了一阵混战, 打了个天昏地暗, 乱七八糟, 百官也散, 少天王也找不着了, 谁也顾不了谁, 李秀成身边只剩下十几个人, 杀了一条血路, 中王李秀成也是冤猛将, 也不知道怎么杀透的重围, 也不知道怎么跑出来, 等他跑进中山, 就大山山岭了, 回头一看, 就剩资格老哥遗憾, 大个人全死了, 李秀成浑身是血, 怀里揣着中王的金银, 包里的包着金银首饰, 马的入套里的装着值钱的东西, 你不带这个不行吗? 你知流落到哪? 但是就是没有粮食, 没有吃的, 到了大山里头, 中王李秀成立马高破, 遥望天津, 再看天津, 一片的火海, 乡军的头领曾国权, 率领大军杀进天津, 就是南京, 上下的太平军还在那反抗, 展开了巷战, 你说南京这地方, 自古以来还净遭难, 净遭难, 那死的那个人就无数, 后来日本的缺席南京大屠杀, 又死了三十万, 你说这人怎么老死, 都发生在这个地方, 曾国权率领乡军进城之后, 公开放假三天, 什么叫放假, 允许士兵随便, 烧杀奸掠, 无所不为, 天天在杀人, 他们闯进天王府, 呵, 曾国权一看这下子, 哎呀, 一个教书先生能有金日也不寒乎, 这里边修的是金碧辉煌, 只允许北京有紫禁城, 这儿能有韦王府, 放我给我烧, 大火烧了七天齐夜, 把金碧辉煌的天王府, 烧成一片瓦礼, 那么烧也没烧绝, 玉花园那个石坊, 就像咱们这, 义和园那边有石坊, 不过那闺门小点, 它是石头的, 它不能着, 留下来, 至今游存啊, 那就是天国留下那么点古迹, 剩下的该扒的扒, 该烧的烧, 把金金财宝源源不断的, 运往老增迹的家乡, 你看天王府那些美女还不少呢, 飘出来不错的, 运走, 不行的, 全杀了, 后来到玉花园, 啊, 发现洪秀泉在这埋着, 刨坟绝目给我抠出来, 刨坟绝目, 把洪天王的尸体抠出来, 是错古然灰, 朱七九十目, 派人到他的家乡, 广东花县关禄布村, 看看还有什么人, 三秦六雾, 沾边挂坏的, 全杀, 一个祸根也不能留下, 你说得死多是人, 那么清军占领天径, 咱暂且不提, 单说中王李修成, 没吃东西, 死外全是清兵, 往哪儿走啊, 不敢走啊, 就在大山里头转, 最后是头尘侥幸, 从马上摔下, 失去知觉, 那马懂什么呢, 那马他得叫唤, 战马思鸣, 抬起头来, 去, 去, 被伙流氓听见, 流氓啊, 为首这头, 姓赖叫赖三儿, 你听这名, 这个小子一贯不务正业, 端发国难财, 就希望哪块打仗, 就希望哪出事, 趁这机会可捞一点, 现在捞打仗, 难民有的是, 他就揪击了一帮人, 歪毛淘气, 流氓, 地痞, 他们凑了二十多人, 到处去, 接这些难民, 到处解洋浪, 有时候想点东西, 这样人不大有人在吗, 你就说, 地震, 那东西多可怕, 多残忍, 到了那种环境, 还有的人, 得用这一副抢东西, 你说这样人不占衙门行吗, 赖三儿就这种货, 正在大山里, 他溜得一听打着马叫的, 怎么回事, 顺声人来, 到跟桥一看, 呀, 地上躺了个人, 一桌打扮, 与众不同, 这匹马金安御配, 一搜, 又, 承拔的珍珠, 钻石, 我这时候了不起, 把李秀成身上的东西全翻起来, 马上到青营, 前去报工, 青营派人来了, 也不知道李秀成的身份, 就知道是个当官的, 就这么的, 把他省捆上榜, 送进天津, 到了天津, 曾国权一审问, 李秀成了, 哎呀, 太平天国后期的天国注石, 哈哈, 我一中网, 这可了不得, 我捞着大鱼了, 然后禀报他哥哥曾国藩, 曾国藩一听, 是吗, 马上从安庆, 坐着八台大轿, 来到天津, 连夜就举行了会审, 会审中王李秀成, 这李秀成啊, 不怎么说, 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 原来有本书上, 说这李秀成那时候, 刚直不阿, 铁骨蒸蒸, 另外面对秃刀, 毫不屈服, 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那么回事, 李秀成是个软骨头, 一看自己活不了了, 见着曾国藩, 双膝跪倒, 要求曾国藩, 说我死可以, 我知道我不能活, 能不能容其缓线, 恳请中堂, 给我点时间, 我要把太平天国的历史, 我写下来, 怎么成立的, 怎么失败的, 什么原因, 据我所知的, 我如实写下来, 留给后人借鉴, 曾国藩爱财, 其实说这李秀成四十多岁, 这个人是条汉子, 温武兼备, 我要能做主, 我不杀他, 我重用这个人, 但是得朝廷说的话, 但是在职权范围内, 容其缓线还是可以的, 就这么答应了, 让他在监狱里头, 每天吃完饭, 结吧, 这李秀成就趴到监狱了, 得偏偏写太平天国的经过, 你还别说这玩意还真就流传下来了, 别人手里头没有, 曾国藩家里头有, 珍藏了多年了, 后来曾国藩的子孙, 把他贡献给我们人民政府了, 这才真相大白啊, 这就是中王李秀成的自白书, 后来李秀成啊, 还给曾国藩出个主意, 言下之意, 就是您是汉人, 你何必跟满人办事呢, 就凭您现在手中掌握的这个权力, 你要推翻满清, 不费摧毁之力, 由你取代, 天下乃人人之天下, 非一人一性之天下, 有得者居之, 无得者失之, 如果中堂能那么干, 我李秀成愿意保证, 咱们俩共打天下, 另外虽然说天津陷落了, 但是我们太平均, 在全国各地, 还有不少, 我负责召集这些人, 要凑齐了, 还能有几十万之多, 可以协助中堂, 你说这李秀成多无耻吧, 曾国藩一看, 他这口供都冒了汗, 曾国藩就说, 这也叫朝廷知道, 我的妈妈要了命了, 真该死, 所以这份口供, 他没敢往上交, 他把爹藏起来, 交了一份违造的, 那意思是差不多, 后边这一步, 他没劈, 那怕朝廷怀疑他, 后来, 朝廷降下旨意, 把李秀成是旧地, 凌迟除死, 留了半天心, 写了多少日子, 到头来, 仍然是凌迟除死, 他的死, 跟陈玉成截然不同, 陈玉成也被俘了, 那陈玉成一蹦多高, 那真正是体无正正, 他跟施大开也不同, 施大开死的也结恋, 有骨气, 唯独这个忠王李秀成是丢人现眼, 身败名裂, 其实他的好事没少干, 给天国办了很多很多事, 就临尾的时候丢了人, 这就是李秀成的经过, 那么, 邵天王哪去了, 失踪了吗, 没有, 其他人保着就是邵天王, 像肝王红枕肝, 钱东平, 黄文金, 他们没拆帮, 保着有天王, 也不知道怎么迷迷糊糊的, 从这缝气之中, 狂重围跑出去了, 跑出去跑哪去了, 迷迷糊糊, 从浙江, 福建, 广东, 流落来流落去, 流落到江西, 那就真不容易, 说鱼过千丛狼, 人也不例外, 在那方式之中, 他没拆帮, 但是都化妆成了老百姓, 不敢走村庄镇片, 全翻山越岭, 走没人的地方, 到了十二月份的时候, 到了江西管辖地界, 他们偷偷摸摸的, 钻进了大山, 没吃东西, 怎么办呢, 张着胆子摸到一小山村, 里里拉拉就十几户人家, 把那村头, 有个光棍老汉, 这老汉姓什么, 没有记载, 大院套, 就光棍老哥一个, 黄文金一看醒了, 敲开门呢, 跟这老汉哀求, 说我们是难民呐, 难民呐, 我们逃难下来的, 现在没吃东西, 人困麻烦, 恳请您收留, 我们在这过一夜, 吃完东西之后, 必有重心, 这老汉呢, 心地良善, 行吧, 但这老汉一看有点害怕, 这帮人都男的美女的, 还有个小孩, 这小孩能有十六七, 这帮男人都围拢他, 好像这小孩有什么了不起, 而且这些人还都带着刀剑, 还有一匹马, 山里从来没来过这种人, 心中疑惑, 但答应了, 把粮食拿出来, 给做点饭, 派出俩哨兵在外的帐庚, 那十几个人太发了, 你还不吃东西还没事, 等吃完东西食困, 东到西外都睡了, 那俩站岗的也睡了, 该着出事, 这就是大山里头, 巡逻队也有, 都是连装会的, 都是地主武装, 朝廷下着掩齿, 一老不胜到处搜查, 巡逻队地主武装等到这儿, 你看门开着, 院里拴着几匹马, 还打着俩人有刀枪, 一火成, 马上禀报, 巡选司, 领着大队人马到, 挖到这包围, 骑着咔嚓把这本人拿下来, 拿住一审份, 能不说吗? 巡选司乐的一蹦三尺多高, 哎呀, 哎呀, 我该升官啊, 哎呀呀呀呀, 咱们跑到我的志下来, 层层报告, 报到江西巡抚, 巡抚大喜, 命令全都借来, 书说简短, 叭叭叭一查这身份, 闹了半天, 干亡红人干的, 大将黄文金, 还有个军事前江前东平, 早就听说过, 落到江西了, 非报朝廷, 没过几天朝廷将士, 旧地凌迟处死, 都死在南城, 但是问那老头, 他们一共多少人, 老头说, 黑糖下火, 我没注意查呀, 大概有十多个, 十几个, 那我上哪儿知道去, 你看看这些人, 这车, 还缺什么人, 你尽量回忆, 看这死尸啊, 好像缺一个, 缺什么样的, 缺个小孩好像, 这小孩就是红薯贵, 还真跑了, 从后出好跑的, 那能跑得了, 没到一个月, 把红薯贵也抓住, 燕名正身, 闹了半天, 是洪天王的后人, 也在南昌, 央勇就义, 可惜太平天国, 从起义至今, 瓦解冰箫, 彻底失败, 尽管太平天国, 没有推翻清交, 没有推倒满清政府, 但是, 从根本上, 已经动摇了他的统治, 这段书, 到了今天, 全部都不得了, 感谢观看,